随着考题越来越火 台湾补习班风气持续盛行 但补越多 成绩真的越好吗 根据政大教授的研究 追踪4261位国高中学生 从国一到高三 共进六年的学习状况 发现当中的分数差异 在于补习的关键时机 补习来讲对中断的学生来讲 事实上那个效用 事实上是更小 那是对这个比较 我们通常讲的后段的 或是前段的学生 他的效用会比较大一点 有补习的学生 学习表现会优于 从未补习的学生 但一路补又不一定比较好 若从国中补到高中 跟从没补习过的分数差距来说 来到8.67分 但要是国中没补 只有高中补习 成绩反而又更好一些 没输在起跑点 也不一定会赢在终点 补习是需要钱的 所以第一个就可以看到 家里资源比较丰富的 事实上他的补习的几率就比较高 那特别是那种一直补的 那个通常是他的家境 通常也是比较好 看看全台补习班 近30年来就暴增45倍 只是往往学校的课业压力 已经不小 若再加上补习班 学生严重疲劳程度 心理状况也会有所影响 同一份研究就发现 学科成绩虽然高了 但长期补习下的忧郁症分数 也明显高于从未补习的学生 补习他大概有一些短期的效果 但是他绝对不是万灵丹 如果能够跟得上学校教育 我觉得还是以学校老师的进度为主 如果有不会的话 可以去询问老师 甚至于去寻求一些 所谓的课后的 这种补偿教育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孩子 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们刚刚提到了杨董 现在身兼全国补教总会的总会长 但是我们过去补教业 当然为了抢招生 真的是花招百出 常常听到的奇怪的噱头 就包括比如说 你来试听我就给你钱 但是他们要营造的就是 你看我上课爆满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买榜单 经常会听到 甚至最夸张的是说 还有黑道介入老师跟抢学生吗 这些难道都是真的吗 是不是会有那种 坏了一锅粥的感觉 当然现在补教业要如何 从自身做起 然后能够走向更好的一个发展 您在接了总会长之后 将会朝几个面向来努力呢 是 全国有一万七千多家补习班 从业人口二十多万人 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当的案例 但我相信这毕竟是少数的 个人行为 我相信所有的补习班都非常爱惜羽毛 他们尤其现在家长都非常重视补习班的口碑 所以他们极力的维护教育工作 把他的教育做好 做好服务 我们总会做了很多工作 包含跟地方协会 做了跟政府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一个平台 那帮政府来宣导政令 尤其在我任内 我极力推广 团结补教 和谐共荣 就和善尽社会的责任 扭软形象 我也要说明一下 像比如说前三年疫情时间 政府有很多政策 第一时间要布打给补习班 包含之间有口罩的发放 有疫苗的施打 快筛记的发放 还有复刻指引 都是透过总会跟各县市协会 快速把这个消息 给我们的民众知道 让整个民生经济快速恢复元气 我想这个是目前 全国总会很重要的功能 那也回归到我们补教产业 这个补习教育是台湾教育 一个重要一环 0到100岁都可以来 这个选择式的教育 我想它也是台湾一个 非常重要的隐藏的竞争力 的确 那么其实在教育体系当中 补习的确占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 课业跟生活要并重 对不对 也是要平衡 以免沦为考试之气 那么最后来请教您的就是 你怎么看未来台湾补教业的 一个前景发展 还有哪部分必须要特别加强 尤其是产观学 一定要同意合作的部分呢 是 我想补习班是一个住人的产业 我常勉励同仁说我们在帮助孩子 取得功课上学习的成就 我们帮助家长买到他孩子 人生未来的希望 那透过帮助别人来成就自己的过程 买到人生的价值 所以这个是成名可以得利的一个产业 我也一直在强调就是 我们必须用事业的方法来经营教育 用教育的理念来成就事业 像我自己的机构 我们的理念就是自力学习 自力学习就是自主学习 培养孩子独立自主 能够解决问题的21世纪人才 这是我们的教育理念 相对的我们的事业理念就是帮助人家 我刚才提到成就每个孩子 成就变成成就自己 那我想如此的事业才有竞争力 才能永续经营 这方面如果能够做得好 其实对家长跟孩子 也都是很好的福气了 今天非常谢谢杨董带来精彩的分享 稍待一会儿再回到 提完点大人物的事情 补习不是万能 但如果能够跟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化 对于家长跟学生来说 都是一大帮助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加入 同时也谢谢杨董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咯 拜拜 拜拜